何文斌看见方秀过来 急忙走过去 方秀 这几天你去哪里了 哪知道方秀 只是看了何文斌一眼 没有理会他 突然何文斌 看见王昌松牵着文秀的手 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和眼神交流 看着这么的暧昧 好像他们两个人 才是恋人一样 何文斌又不甘心 方秀你和我一起坐吧 这段时间到底跑哪里去了 知道我很担心你 我坐在这里挺好的 赶紧过去坐着吃饭吧 还有那么多人 在后面等着呢 何文斌心里面一跳 看着在不远处 笑嘻嘻地看着自己的路山河 忽然之间明白了什么 路山河 肯定是路山河干的 肯定是路山河 把方秀安顿在王昌松那里的 一想到这里何文斌气得吐血 他感觉到自己的脑子就快爆炸了 何文斌走到路山河的面前质问道 路山河你到底是意思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面在打着什么主意 路山河一脸猛逼 露出人畜无害 并且十分委屈的眼神 看着何文斌说道 是今天的酒不好 还是菜不好 吃酒席就是这个样子的 肯定不能够让所有的人 你要是吃不饱 我让厨房给你虾儿两面 再给你加个鸡蛋 何文斌见路山河 揣着明白装糊涂 更是怒不可遏 我没说你今天酒席的事 我问你为什么 把方秀送到了我舅舅那里 路山河一听这话 简直就是想笑 你要是没有让方秀生气 方秀怎么可能离开你 不要在别人的身上找原因 而是要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何大勇在这里 他当然知道 何文斌的内心不舒服 其实何大勇的内心也不舒服 要是今天何文斌和路山河 发生争执 别人看的可是自己的笑话 何大勇赶紧抓住了何文斌 让何文斌坐下好好的吃饭 有什么事情下来再说 何文斌见对面的沈薇 在看着自己 何文斌这个时候 主动和沈薇攀谈起来 哪知道何文斌越聊越起劲 还真的以为沈薇 被自己的风度偏偏迷住了 这个时候孙婷大声地说道 沈薇 你不是带了一个礼物 要送给路山河吗 哎呀 反正这件事情 也瞒不了多久 还不如直接公布得了 沈薇把把牛皮纸交给路山河 在众人的瞩目之下 路山河把牛皮纸打开 里面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高考的分数 还有一个便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的名字 路山河整个人都震惊了 居然是江州农业大学 江州农业大学在以后 也是重点大学 是211院校 但是这个学校 无论是名气还是实力 比起了首都的那两所王牌大学 差了天远 哎呦 沈薇这是考上了大学啊 实在是太好了 咱们红星公社这么久的 可算是出一个真正大学生了 沈站长可真了不起啊 肯定的呀 沈站长以前的成绩就很好 只是知青下乡的时候耽误了 看见沈薇和路山河 如此亲密的关系 又看见了沈薇居然考上了大学 何文斌他小声地问到孙婷说道 沈薇和路山还是什么关系啊 沈薇考上大学 怎么把通知书给路山河 怎么的 你看上沈薇啊 想交个朋友 沈薇把路山河 当做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你知道沈薇高考考多少分吗 考了500多分 这个成绩上燕京大学和水木大学 都是绰绰有余了 何文斌简直不敢相信 沈薇高考卷考了500多分 那你知不知道 沈薇为了路山河 没有报考燕京大学和水木大学 而是报考了江州农业大学 他们两对是什么关系 你现在知道了吧 一听这话 何文斌直接感到抑郁了 沈薇能够考到今天这个成绩 和路山河也是分不开的 沈薇他的英语不太好 要不是路山河对他进行辅导 他英语也考不了这样的成绩 听到这话 何文斌更是感到无比的奇怪了 路山河不过是个土农民 念书还辍学了 连高中都没有念完 这个人居然会英语 还能够给沈薇辅导英语 开什么国际玩笑